快点 回来了 来 洗手吃饭了啊 他吃过 吃过了 我爸爸又给买的大汽车 妈妈给拆开好不好 玩汽车 马上去吃啊 围巾摘了 吃吧 把围巾给我 不冷 把围巾摘了 爸怎么样了 安凶 精神不错 胃口也挺好的 那就太好了 你怎么了 电话也不接 短信也不回 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以后呢我每次回家 我都会给你通报一声 免得我一开门 就看见毛毛在别的男人怀里 我不那意思 我是说你通知我一下 我好提前去接驾 你坐了一天车累了吧 你几点钟到的呀 我先喝点汤 我先喝点汤 搁那么多盐 我谢谢 咩吗 ев Collaborate 咫 asking me 吧 你肩子 下次我一定注意啊 现在这次上班 我还把这件事 潮 no 是啊 你是在短信里给我解释了 今天的事小管也跟我解释了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 刘光要从什么时候开始 可以随随便便到我们家来 这事都怪你 最早的时候 她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见毛毛 后来呢 一个月见两次 再接着呢 一个星期见一次 现在毛毛都可以去她们家过夜了 那让她们带毛毛好了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毛毛在你就别跟我吵了 你这根本就没看见 刘光要走的时候 毛毛都跟她一块走了 那谁让你打她呢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呀 你要不打她 毛毛能跟她走吗 我也没真打 我就吼了她两声 把她给吓着了 就打她两下 她是你儿子 你说你是她爸 那也很正常嘛 我可舍不得打 要打你自己打 你只要不打我就行了 老刘 嗯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好 说 我想出来工作 好 咱去哪儿 我想回公司 我不想做一个人讨厌的黄脸破 我 今天我已经去过公司了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明天就可以上班 你能回公司来帮我 我当然高兴了 你想做什么 还做设计师啊 我不想让兰智新品牌半途而废 我想 有了自己的事业 心胸肯定也会宽阔许多 这样 那我就不会天天烦着你 给你脸子看了 能这么说真好 我就感激别 以前那个蓝心回来了 就多好 什么都顺着你就是好呗 这话不能这么说 我这是蒋冰柱 这福气你呀 什么事呢 咱们商量着来 对吧 我重要跟你商量个事呢 过去天不是我妈的 骑士乍兽了吗 我想在家里给她办 悦闹点 我想让老人家高兴高兴 把孩子也接回来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能有什么意见呀 我能拦着奶奶见孙子吗 我算想明白了 我再不会和毛毛争风之醋了 我不是她的对手 现在我要把我全部精力 都放在我的事业上 也请你在心里 多给我留点位置 好 我回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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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件事要跟你请示一下 什么事你说的 过几天是毛毛奶奶的七十大寿 他们想带毛毛去家里过一夜 七十大寿和过一夜有什么关系 七十大寿也是一个大日子 把毛毛送去过一夜 笔送任何礼物都会让老人高兴的 毛毛真可怜 白天被我吓坏了 过两天还要被带去过夜 那你是同意了还是不同意呢 难道还要带我去过夜呢 那你就是同意了对吧 你睡着了吗 你在做梦吗 那你怎么还在说话呢 你睡着了吗 你在做梦吗 你为什么不说话了呢 我说啊 这么大的事 你干嘛瞒着于小巷啊 事儿成了以后再搞的他不是更好吗 对了 一会儿我跟小汪谈价钱的时候啊 你别插嘴啊 明白 商业机密嘛 要不这样 一会儿你们谈到哪儿我先这儿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跟小汪呢 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发小 他也不会挣我的钱 你那种谈法伤感情你知道吧 他是你兄弟 我也是你兄弟 我有那么不着调吗 小孩吃醋呢受不了 谁吃醋 好 以后啊 这一切 就是你包家民的天下了 小兄 咱们俩这么多年兄弟了啊 我包家民终于要有自己的公司了 怎么说也不能少了你一份 是吧 你这算是正式邀请吗 不行 我告诉你 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啊 我已经把我的医生全部都给方方了 我跟他一起开烘焙教室 要是没有我他怎么办 行吧 我不为难你 如果你想跟方方干呢 我理解 但如果你哪天想通了 想到我公司来 我随时欢迎 我这扇大门永远为你打开 兄弟就是兄弟啊 不像那个方方 我把我一身都许给他了 可他呢 他都不把我介绍给他妈妈认识 我算看出来了 我在他心里就是个备胎 我要是一辈子这么跟着他的话 真的 我一辈子都抬不了头 那你打算怎么着呢 我 好 要不这样呢 我呢先到你这儿上班 说不定我一来上班呢 方方就急了 急了他就来求我 他是一求我 你就回去了 我告诉你小熊 你要是抱着这种目的 我不欢迎你 不管你在哪儿 不管你干什么 男人都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女人才会对你服服帖帖的 你说那于小强啊 自从当上那个什么什么主管以后 就再也没哪儿正眼瞧过我 每天斜着个眼睛看过 你说他斜着不难受啊 我们那个方方也是 说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开红杯教室 可最后呢 我就是一个免费打长工的 行了 我豁出去 我跟你干 对了 要美人就必须先打江山 于小强 你跟包家明也太过分了吧 你们传统起来一块来欺负我是吧 你怎么了 你疯了吧你 你不要给我装傻 你们家包家明现在要挖我们家小熊 你会不知道 我那个空培教室刚刚开张啊 我一个人怎么可能忙得过来呢 刚才那个胖子在电话里跟我说要辞职 要跟包家明去开公司 小点声好不好 开公司 家明也没跟我说过呀 他只是跟我说他要到外面去找工作 怎么会开公司还拉上小熊一起 我真的不知道我干吗骗你啊 这么说是那个胖子自己决定的 那肯定是你赶紧去问他吧 好自私的胖子他敢甩我 你干吗 你干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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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之下 好突然 blame 没有 我就觉得我在电话里向你辞职 好像草率了一点 那你现在来 是当面跟我辞职的对吗 是的 我就来告诉你 我到佳明那儿工作了 你可想想清楚啊 你在我这里是老板 你到包佳明那儿去 你就是个打工的 老板 在这儿 我一点都没有老板的感觉 我也不喜欢这儿 你说什么 你说你不喜欢这里 对 我不喜欢这儿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因为我怕你 那你现在就不怕我了吗 老婆 你别怪我小心眼 但我真的很在意 很在意你不把我介绍给你母亲 很在意你不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 后来我想清楚了 因为我怕你 怕失去你 所以我处处遣救你 可 可我发现我越来越不像自己了 你喜欢的是那个活泼的 能够带给你快乐的小熊 可我现在一点都不活泼 我一点都不快乐 所以我决定了 我决定了去佳明那儿 因为我还年轻 我还可以出去闯一闯 即使失败了 我也无所谓 至少那样我可以找回我自己 找回我的自信 也就那样 你才有可能爱上我 我说完了 你要干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什么时候 就上次安徽的时候呀 在桥上 你只是说回去跟你爸商量商量 我原本以为接受家里的茶园 就得待在安徽 那不就得和你们分居两地了吗 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回上海 我还不赶紧答应了 我是说你做这个决定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想给你个惊喜 超大惊喜 你不但继承了家族的事业 还回到上海开疆拓土 我知道这么大的喜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为什么 还是因为 那天晚上 老刘来咱们家 你知道就好 来 怎么是你啊 打扰 给孩子买了件衣服 我妈想呢 过七十大寿的时候 让孩子穿上 让我过来给孩子试试 看合不合适 不合适我赶紧去换去 你把衣服给我吧 我给他试 发票在里面吧 要是不合适我去给他换 那你多麻烦呢 我跑吧 孩子在吗 我给他试试 他现在不在 小管带他出去玩了 我等等 小朋友 你听好了 以后没有我 和小强的允许 你不要随便上门 我的亲生儿子 我来看看这不过分吧 你的条件太苛刻了 我没有跟你谈条件 我是把我和小强的决定 告诉你 你们要带毛毛 去参加奶奶的生日 没问题 我们对你们 已经很客气了 按照当初的离婚协议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来见毛毛 我纯上离婚协议 但我觉得那一张纸 阻隔不了 我们俩的父子情罢 我不想和你这种人 谈感情 你想让毛毛 试衣服是吧 把衣服留下吧 不必了 你在家里不是挺横的吗 怎么对着他一句该说 都说不出来了 妈 妈 妈 回来了 怎么又提回来了 不合适啊 没事成 毛毛出去玩去了 下回吧 下回我再去一趟 好 下回啊 妈陪你一块去 我还是自个去吧 你报家名回来了 这小子不像小湘那么好说话 回头你说咱们唐突的去了 他得给咱们脸色看 花不来 有这个理吗 我盼孙子盼了多久啊 好不容易盼到了孙子 我看孙子还得经过别人的同意 你看别人的眼色呀 我还非去不可 我看看他们能把我这个老太婆怎么样 检查结果怎么样 原谅我实话实说了 情况不想落关 我本来以为物理治疗不对你起操的 可我发现 你学了却少一根眼尸体 你还做过子宫治疗手术 这个手术对你心体伤害很大 怎么说我怀孕的几率微乎其微 如果你选择继续治疗 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 而且你要做好 最坏的洗伤准备 对不起 我放弃 我再开会一会儿打给你啊 就耽误一分钟行吗 那你说吧 还是我妈那点事 想着亲手给孙子试那件衣服 你看能不能我们晚上过去一趟 给孩子试试 光耀 我一下子不能答应你啊 我得回家跟佳明商量一下 我明白 我也不想给你添点麻烦 但我妈那边吧 我实在是劝不住 我昨天晚上劝着劝着 我跟老人家都哭了 我那个我天天如果能见到孙子 我几年都愿意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帮我也劝起佳明 你就跟他说吧 他可以拒绝我 我不到楼上去 我在下面等着 但你别拒绝老人家这点心意 好不好 不如你别的 把他妈看见 干嘛 怎么办呢 那我都不想当我 你在哪用 哎呀 啊 好了 来我叫他 你呜 你呜 剪刀游战 别闹了 人家保安一会儿出来抓你 于晓强同志 高嘉宾老板 承邀您今晚去本公司 历龄指导 小包子 慢点下来 随本公一起前往 好 打了 一 二 怎么样 还行吗 好美啊 这还能看到黄埔江呢 这要养鱼吗 这要养鱼吗 废话 养什么鱼 美人鱼 这个是绿的 绿的 这个呢 是蓝的 毛毛 你在这里玩啊 阿姨去开门啊 好 阿姨啊 小管啊 小强在不在啊 大姐还没回来呢 我可以进来看看毛毛吗 阿姨啊 家明他一贯造的 不能随便放人进来的 你也晓得得 我上次都犯过错误了 你 我明白 不难为你 我到楼下等 我的公司 嗯 麻雀虽小但是 葬着就却吧 还紧紧有条 你在哪儿啊 我在这儿 你在那儿 我去看一眼 呢 碰 咰 哇 哇 什么呀 开完了 来来回家吧 你有事啊 我没事啊 看我那儿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你在敷衍我 没有啊 你是不是真有事啊 那个老刘下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就知道什么事啊 他说 他妈想看看毛毛诗川那新衣服怎么样 他一会儿带着他妈妈到咱们家来找我们 你答应了 我没有 我跟他说 我得先跟你商量一下 有什么好商量的 你现在就给他们打个电话 告诉他我们俩今天晚上有事 让他们别来了 不太好吧 他说他妈昨天晚上都哭了 老人老了嘛 就是想多见见孙子 你心软了 也不是 要是老刘我肯定拒绝了 但是你怎么拒绝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呢 孙小强啊 这种电视剧的台词你的戏 你是不是言情剧看多了呀 你今天晚上就给他们一个明确的态度 当断不断后患无穷 你想一辈子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我知道 我保证以后一定听你的话 今天能不能 今天晚上你真扫兮啊 给我 我 今晚上手机放过这儿 你把电话挂了 咱先上车 出来后他给他打 不 我就站在外边等 我看他多晚回来我都等 我要让他知道 我这个做奶奶的 为了看孙子 我的心有多成 行 我在这陪着您一块儿等 你到车上去 一会儿包家明回来 看到你两人又起冲突 我怕他干吗呀 喂 知道了 谁打电话呀 小管 他说什么 老太太来了 一直在楼下等着呢 你看看那老太太都到了 哦 老太太都到了 干嘛呀 不就是给孩子试个衣服吗 试完了人家就走了吗 你现在就让一个七十岁的老人 大冬天在外面等着 你就在这儿坐着 然后我们俩都在这儿 有意思吗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老公 我保证从今以后一定听你的话 你善解人意 温婉贤良 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吗 生活就是祸心泥嘛 你是泥 我是水 你才是泥呢 我是你 咱们俩在一起搅合搅合 才能水泥交融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嘛 其实我老公也不是一个 容不得沙子的人 你是一个多么大度 多么洒脱的人 你不是也经常跟我说 善待别人也是给自己积福报 对吧 行 行 行 别废话 水乳交融都涉成水泥交融 帮我把衣服穿上去 谁还想的 拿好了 是 是 爸 妈 怎么不坐在车里等啊 着急 车里坐不住 我相信你会回来的 总算没白等的 进去吧 你不让家 我妈上去就行了 我答应过小强 不上去 你上去吧 我就在那儿等 来 把手放进去 阿姨啊 喝茶 谢谢 看看 奶奶看看 妈好像是小了点 你在哪儿买的 你把票给我 我给他换个大也好的 不小 现在流行这种短款的 来给奶奶看看 我看看 小孩长得快 这衣服肯定挺贵的 明年就上不上了 明年奶奶再给买新的 好 来 告诉奶奶 喜不喜欢 不喜欢 你怎么能说不喜欢 喜欢不喜欢 那你要叫奶奶 来来来 大声音 大声音 那个 我 好了 我就不打搅了 我 我先走了 小强 谢谢你啊 别老说谢谢 奶奶走了 走 送奶奶 妈妈抱啊 妈妈抱 佳明啊 谢谢你啊 还让我这个老太婆看孙子 阿姨 要不您再坐会儿吧 不了 谢谢 光药还在下边等我呢 谢谢 那 那我走了 走 送奶奶 要奶奶抱抱吗 奶奶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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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生的吗 乖了 要奶奶抱呢 你看看 小心台阶 光药 试过了没有 试了 何事啊 叫爸爸 爸爸 好乖 过两天爸爸来看你好不好 好 来 赶紧 外边冷 抱她进去吧 跟奶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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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一个 快进去吧 行 晓强我们走了 我们再见 晓强啊 谢谢 拜拜 进去吧 拜拜 你回来啦 你出去了啊 我陪妈给孩子送衣服去了 妈想让她过生日的天 让孩子穿上了 我今儿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关机了 我今儿给你打电话 我陪妈给孩子送衣服去了 我去 我去 弗兰克医生那儿了 哦 有好消息吗 我再也不去了 这算是好消息吗 嗯 什么意思啊 我放弃了 我想 如果老天爷 坚决不让我做妈妈 我认命了 没孩子也没事嘛 没孩子也没事嘛 你看现在好多那叫什么 冰克家庭的人 人照样生活得很好 咱们也会很幸福 那你以后 不会嫌弃我吗 不会呀 放心 对不起啊 老公 你娶了我 还娶了我的过去 你年纪比我小 还要为我承担那么多 你心里有什么不高兴 有什么不舒服 我都能理解 我全都能理解 我是这么想的 你说我吧 我从小 我奶奶 爷爷 姥姥 姥爷我都没见过 我妈也走得早 你说咱儿子有这么多的人疼他 不也是他的福气吗 我知道你心里最爱猫猫了 只要攒孩子好 大人之间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呢 说完了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我对老刘 对高昴的态度一直都没有改变吗 因为在毛毛出生之前 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对你所做的一切 姐 我心疼你 现在毛毛长大了 长得这么可爱 他们争着来当毛毛的奶奶 爸爸 我觉得对你太不公平了 如果现在你心里能够接受他们 能把过去的恩怨都放下 我支持你 我站在你这边 我刚刚看着毛毛和他奶奶在一块儿那么高兴 我在想 我干嘛要在中间阻拦呢 我也一直把毛毛当自己的孩子 我当然也希望 他能够得到更多的爱 更何况 毛毛是他们的亲骨肉 那一份爱 是我无法替代的 傻瓜 你哭什么呀 你在我的心中永远都是无法替代的 你咋这么好 你咋这么好 你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遇到我 才是你最好的年华 要不趁着那么好的年华 你也给我生一个孩子呗 那万一我生不出来呢 怎么可能我火力这么高呢 我是说万一 你会不会在外面去找别的女人快说 哦 还可以这样啊 那我考虑一下 那我考虑一下 包假面 毛毛睡着了吗 睡着了 那我们去诺 不 是 是 刘总和各位老师你们好 关于我们品牌的未来规划 我已经和我们市场部的同事商量过了 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打算了 好啊 我们打算开头一个更有潜力的市场 就是童装 童装 这倒挺祝福我预料的 自己说说 大家都知道 女人和孩子的钱是最好赚的 而童装的利润比女装的利润要高很多 需求量也更大 打个比方 如果一个女人在婚前 有三个男人围绕在她的身边 那么她的购买力就是 一加三等于四 如果她结了婚之后呢 她的身边只有一个男人就是她的老公 那她的购买力就降为了二 但是作为一个小孩就不一样了 小孩她有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这就是六个人了 再加上各种亲朋好友 所以对童装的需求量 那是比女装要多得多 说得确实是有道理啊 你说我们家我儿子就是 他本身的衣服其实早就穿不完 可你一到商场看见新的款式 你还想买 你说一道 然而为了打入这个童装市场 我们建议我们要分几步走 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开展舞队 孕妇装系列 这个孕妇装啊这个版型呢 都可以从我们现有的女装的版型上来做 这个孕妇装啊这个版型呢 都可以从我们现有的女装的版型上来做 所以你对我们有自己的感觉 不att行 甚至一些 legislation 嗯 如果让语误 做完整月儿 そう 要因此 我 那ags 我 再 Vers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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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